1955年6月18日 毛主席与苏联代表一行人搭乘专列从杭州返回 但是就在途中 一声闷响引起了警卫员的注意 因为这项急了车窗被打穿的声音 要知道在发车之前 警卫员已经对整列车进行了安全排查 而且还在沿路设置了安全防护 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情呢 于是随车警卫便开始全车检查 很快便发现某节车厢玻璃上有一个小洞 但是地上却没发现任何弹壳 这让警卫们非常不解 但是是关主席安全 于是便着手展开了调查 由于事件发生在萧山路段 所以这里的警方就成为了调查此次事件的主力 而他们也没让人失望 很快便抓到了凶手 但是在得知凶手的目的之后 很多人不能理解 但是毛主席却非常坦然 甚至帮他求情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这个凶手最后的结局又是如何 我们都知道毛主席作为我党领袖 受到众多人的拥护和爱戴 但是相反 肯定也有很多人不怀好心 因此对于他的暗杀和袭击是非常多的 比如在1948年的时候 当时毛主席正驻扎在城南庄 但是在当天晚上 主席正要睡觉的时候 突然一阵轰鸣声就从头顶掠过 随即五枚炸弹就从飞机上丢了下来 顿时火光飞溅 毛主席所在的院子都被炸毁了 庆幸的是 身旁的警卫员在听到飞机的声音之后 就立马采取了行动 这才在炸弹爆炸之时 将主席用担架抬到了防空洞 如果不是警卫员的机警 后果难以想象 当然这样类似的经历还有很多 而这一次则发生在建国之后 1955年6月 苏联代表团来到中国访问 由于当时正值出下 杭州景色又是正美之时 于是在会晤之后 主席便决定让苏联代表团 感受一下中国的美景 之后就搭乘专车来到了杭州 此次旅程持续有半月之久 在那里主席与苏联代表团 一边欣赏着美景 一边畅谈国家大事 双方都非常友好 甚至到最后还流连忘返 意犹未尽 但是在返回的时候 列车上却发生了一件奇怪的事情 只听一声闷响 打破了双方的交谈 1955年6月18日 毛主席搭乘专列 从杭州返城 突然一声闷响 引起了随车警卫的注意 但是在检查全车之后 却只发现了车窗玻璃有一个小洞 却没发现弹壳 这是怎么回事呢 凶手又是谁呢 当时负责这趟列车安全的事 浙江地区的公安厅厅长王芳 在听到声音之后 便立马提高了警惕 第一时间派遣警卫力量 严密保护主席和代表团的安全 之后 又立即带领几名警卫 进行了全车检查 终于在第六节车厢处 找到了发出闷响的原因 原来车窗玻璃出现了一个小洞 但是根据经验 洞的大小和形状 很可能是枪击造成的 这不免让王芳心头一紧 难道主席的这趟旅程 有人泄密吗 再联想到之前主席 遭遇的暗杀事件 王芳便又一次提醒车内人员 保持警惕 注意观察四周 且不要再返回目的地之前 再次发生类似事件 之后又通知浙江地区 展开全面调查 由于事件发生的地点 是在萧山一段 于是当地的警方 就成了破案的关键所在 而为了尽快地弄清真相 捉拿真凶 当地警方动用了所有的力量 几乎清潮而出 甚至是公安部副部长许建国 都亲自到一线进行勘察研究 由于自己拥有多年的办案经历 侦查能力超群 所以在到达现场的时候 许建国提出了一个 让众人都非常不能理解的看法 他认为 如果单看车窗上 破洞的大小和形状的话 确实很像是子弹留下的 但是如果是子弹 那么对面的那个窗户 也应该在相同位置 留下一个弹孔 而对面的玻璃 却完好无损 就算是由于力度不够 子弹没有打到对面的窗户 那么这个子弹 肯定是会落到车厢内的 但是经过仔细检查之后 并没有发现任何弹壳 这就违反了常人的认知 所以他提出 这个小洞并不是子弹打出来的 而是用石头砸的 众人听到后也是一头雾水 如果是要进行袭击的话 谁会用石头作为武器呢 但是当王芳听到 许建国的分析之后 他也非常赞同 但是随即又有了疑问 这会不会指某种巧合 如果是人为的话 谁又会用石头砸车窗玻璃呢 他的目的又是什么 1955年6月18日 当毛主席的专列 从杭州返城时 第六节车厢内的窗户玻璃上 却离奇地出现了一个小洞 起初从洞的形状和大小来看 认为是子弹造成的 是有人在搞偷袭 但是抓到凶手之后 却发现根本不是这回事 事后毛主席甚至还替凶手说情 那么这是怎么回事呢 由于事件是发生在萧山路段 而萧山路段旁边又有一个曹家乔村 所以警方就立即对整个村庄 进行了走访摸牌 很快警卫人员在整理过村民提供的信息之后 就将凶手锁定在了一个叫做曹文生的人身上 如果曹文生是一个潜伏的特务的话 那么这个事件就相当严重了 要知道主席的行程肯定都是保密的 如果没有理应外合 肯定是不可能完成此次袭击事件 尽兴的是在抓到曹文生之后 警方这样的想法便给推翻了 首先曹文生从小就是在这个村子里长大 也很少去过外面 而这个村子也很少有外来人 所以他根本不可能成为一个特务 而在之后的审讯中 曹文生也非常配合 说出了自己是如何袭击列车的 原来这一切只是一个无心之举 当时曹文生正和几个村民在火车道旁聊天 突然一列火车就有远及近的事来 对于看惯了火车的曹文生来说 其实也没多大稀奇的 但是这一次不一样 当他随意地扭头看向这个列车时 随即就发出了一声惊叹 因为他从没看见过这么崭新漂亮的砖车 于是便混不拎地拾起一块石头就扔了过去 当时他并不知道列车里坐的是谁 更不知道这块石头竟然能砸中 也就是说 当警卫发现车窗上的小洞 并开始全车排查的时候 他一点都不知情 事后 许建国便将整个事情的经过上报了上级 并询问要如何处置 而主席在知道事情原委之后 也非常大度地说道 他一个农民没见过专列 做些出格举动是可以理解的 没必要上纲上线 只要批评教育一下就可以了 还是不要为难他了 于是之后 公安部门便对其进行了批评教育 就放他回去了 在我们心中 毛主席一向宅心忍厚 爱民如此 也因此连敌人都对他礼让三分 可能这就是忍者无敌吧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